這裡有一個Tweet 對我來說很新鮮 我從來沒聽過 現在我第一次接觸到這件事 這就說 一個女人如果懷孕 她的嬰兒 她的嬰兒 她的嬰兒的DNA 遺傳的因子 和自己不同 因為嬰兒 是來自 她媽媽的蛋 她的嬰兒和爸爸的精緻結合 所以嬰兒的DNA 和媽媽不同 但發現 大約41個星期 這段時間 媽媽身體 血液 和嬰兒 可以說是走來走去 那些細胞 可以在嬰兒身上 去媽媽 亦可以在嬰兒身上 走來走去 在這個過程之中 自然對嬰兒 會留下嬰兒的細胞 在身體上 而這細胞 就算懷孕完畢 都仍然在 現在有部分研究 發現 甚至可以倒入18年 18年 換句話 每次媽媽有嬰兒 媽媽就會有 嬰兒的DNA 會留在身體上 越多嬰兒 就可能 越多嬰兒 也會帶著更多 不同的細胞 在身體上 這個現象 就叫做 Tramarism Tramarism 這裏可能出現這個現象 這裏有個 歌星 叫做Tramarism 他肚子 這裏有一個 兩邊皮膚 是不同顏色的 這裏很明顯 原因就是 他在 他出生的時候 他媽媽應該是 懷了一個雙胞胎 但可惜 另外那個雙胞胎 因為某個原因而死亡 而他吸收了 另外他媽媽的姊妹 變成他身體一部份 所以他 身體裏面 有兩套DNA 換句話說 在他的血裏面 有兩種不同的血型 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可以說他身體上 有兩種不同的DNA 這兩種不同的DNA 是可以各自 有條件 成為一個完整的生物 一個完整的人 不過現在 全部都陷在他身體上 這個現象 使得他 可能對一些東西 會有敏感 而有很多人 就算有這個現象 根本是完全不知道的 除非 你有一些特別的 醫學事件 需要驗血 或者諸如此類 才會發現這個問題 而在媽媽方面 這個圖可以顯示出來 寶寶的細胞 會進入媽媽身上 而媽媽的細胞 也會進入到寶寶 當然媽媽要 因為這樣 而是保護寶寶 亦都發現一個很特別的事情 就是這些進入媽媽身體的細胞 是可以幫媽媽 治理一些 身體上的問題 所以很多時候 有些醫學事件 在環眼期間 會好起來 原因就是 這些寶寶 走到媽媽身體上 可能對媽媽有些 醫治作用 而這裏我發現 這些陷入體 即是有兩種不同DNA的人 在一些情況之下 是有好處 亦都在情況之下 是有問題 這就是 剛才小時候的照片 可以見到 它有一個非常大的胎印 因為它有兩套免疫系統 亦都有兩套血液 這個血液當然 不是只有兩套血管 而是 它的血液 是有兩個混合 而這個生物上 是有這麼奇怪的東西 當然 有一個問題就是 這個歌星 它吸收了那個 都是女性 所以它是兩個XXX 但是 如果這樣巧 吸收那個是孫生 比如留下的是女 但吸收的是兒子的話 它身體內有XX細胞 亦都有XY細胞 可能會導致一些在性別上的問題 如果有些情況之下 是有兩組不同性別的 抗毛神 會導致一些 ambiguous genitalia 可能在生殖器股上 變成不太清楚 生物真的非常有趣 剛剛老葉知道 跟大家分享 我會把Wikipedia和Live Science的文章 放在描述中